大家好 我是三喵 这个协肥局涛涛就上岗了 那么好长一段时间 有人说三喵三喵 你来聊一聊这个加沙地带的这个军事局势 来聊一聊这个美国大学生这种抗议活动 哎呀 有什么可聊的呢 对不对 他不就是这些大学生在支持巴勒斯坦人吗 然后会采取一些过激的手段 请注意啊 这个大学生他们抗议支持的这种巴勒斯坦人的原因 那么主要基于这么几个反战 对不对 他们认为这个以色列国防军现在是出动了这个坦克 去攻入了加沙 那么以色列国防军 他们是这个强者 而加沙的这些妇女儿童是弱者 所以无论干什么都要去停战 还有一点就是说 这个在如此的强弱对比之下 那么当时村上春树说过一句话 在这个石头和鸡蛋面前 我永远是站在鸡蛋这一边的 就是站在弱者这一边 其实这个就是当代的教育 而且我也不会言 这就是这种左派的这种教育会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应该支持什么 那应该是站在整个的这种正义 道义这样的立场上 当然战争啊 你要是说起来没有百分百正义的战争 这句话对不对 对 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 为什么正确 因为在战争当中杀红了眼的人 什么都会干 咱们就不说日本的南京大屠杀 你看那个兄弟连里面 那个义连的一个连长 不也是德军的战俘 就把他们给秃秃了吗 对不对 战争当中杀红了眼的人 什么都会干得出来 那么以色列在加沙地带 真的是一间房子 一间房子在这边在清剿 这种情况下 国防军你说他们完全没有干出任何的这种伤天害地的事情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国防军也难免有杀红眼的时候 而且到现在为止 这种精确制导弹样 也不能做到百分之百没有误伤 所以说战争没有正义的这种战争 这句话它是正确的 但是为什么它说是废话呢 你不能因为战争没有这种百分百的正义 就放弃用战争的手段 去对抗这种暴力恐怖威胁这样的事情 对吧 那么这就是你一个基本的justice 一个基本的一个道义所在 但是左派的这个教育里面 之前是有人做过节目 左派的教育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些困境 以强弱之分来去替代这种正义非正义 因为正义或者非正义这件事情 是要在头脑里面进行一些比较复杂的逻辑思辨 这个是实话 但是强弱这种东西 你一看就看得出来 所以往梅卡瓦坦克上扔石块的 那些一定是良善之辈吧 对吧 那个开着坦克的那一定就是不好的这些吧 那有些情况下是对的 但是不是所有情况下就是对的 你看见没有 这需要分情况讨论啦 这就是很多人我相信啊 做数学题的时候特别讨论讨厌的一种情况 就是分情况讨论啊 那么这件事情 可能很多人也不想分情况讨论 怎么办呢 一刀切强的就是邪恶的 那么弱的就是好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 这个负的就是邪恶的 穷的就是好的等等 等等等等的 这就是左派教育会给人的一种想法啊 那么你看前面说了这么一大堆左派的教育 就是现在的教育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领域 的确是左派思想占据的非常非常主导的这种地位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我之前是聊过这种左派的这种话题 那么自由平等博爱 简单来说啊 这个现代这个社会是不完美的 我们需要用一些激进的手段来促进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那么这些思想这些行动 那么就是左派他们会做的一件事情 那么整个整个的知识界能够贩卖的难道不就是这种思想和这种将来变得更好的愿景吗 去看那个托马斯索威尔的那本书 知识分子和社会啊 这本书我记得我忘了有没有做过建书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从小会受到的教育很多 真的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大学生啊 那么他们会有这种想法一点都不奇怪 说说实话 如果他们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去这个抗议以色列 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去支持巴勒斯坦人 这反而是这个奇怪的事情 那就说明这个美国的这些大学生 他们这个受到的这种教育 包括他们的言论自由环境 跟我们想象当中的是有偏差 你看这个大学生这种反战啊 这种光荣的传统是从越战就开始了 对不对 那么在你看往整个世界上来讲 这个学生你要是站在嘲笑的角落讲 你当然可以说这个学生这个团体是特别特别容易被利用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五四就是青年节 再过一个月那就什么都不敢说 但是有共同点没有 有 那就是都是学生这些力量充当了这种抗议或者怎么怎么着 这样的主力 对不对 那这些学生你可以说他们是这个至真至纯的 甚至你包括那个大西龙智狼 当时对那些神风特工队的队员也在说 这个能够拯救国家的不是我们这些将军 而是你们这些至真至纯的青年人 所以你看青年人这个不管是这种民主的美国 还是这种邪恶的昭和日本吧 你看他们的这些标签可能都是类似的 所以说你说关于这个美国大学生这种抗议 他也就是这么回事 有人说那是不是这些抗议就是说美国完了 或者美国有希望了 或者说这个以色列不得人心等等 我觉得单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个真的是想多了 其荒谬程度就类似于从出租车司机的谈话里面 就能够去瞥见某个海里面的一些想法 这个我觉得是过度解读了 那么当然了 最近哈马斯要说跟以色列谈判了 这个战争打到这个份上 以色列的梅卡瓦也装上了俄国坦克那样的防无人机的炸了 而且是在加沙地带稳步推进 目前哈马斯已经被压缩在了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范围之内 注意我们要有人说一定要区分哈马斯和巴勒斯坦 那么可以做这样的区分 因为巴勒斯坦现在你可以认为他的分成两个派别 一个法塔赫已经这个弃恶从良已经去搞这种和平建国路线了 还有一派就是极端的哈马斯 但是你不要忘了啊 这个第一 法塔赫他们的这个最早的主张也是消灭以色列国 而现在他们面对哈马斯 他们的一切的所做所做并不是从哈马斯进行切割 而就是在活悉尼啊 那么现在埃及主导包括美国在内很多的一些国家 试图让以色列跟哈马斯进行和谈 怎么个和谈法呢 说先要停火48个小时 然后能够让双方撤离伤员 然后再逐步扩大停火的范围 以色列的军队从加沙地带撤军 看到没有所有的这一切的停火条件到最终会有一个后果 就是哈马斯的领导层是能够保全下来的 而这样能够保全下来的哈马斯的领导层 虽然他们在这次战争当中可以说是损失惨重 但是只要他们愿意他们仍然可以去招来很多的这种人肉炸弹 仍然可以招来很多在抖音上被很多网民就热泪盈眶的那些 驾着滑翔伞去音乐节去绑架人质的这样的一群死士 只要哈马斯在一天 那么这个地方就一定会成为这种仇视以色列 然后贫穷这样的一些温床 有人总会说是以色列封锁住加沙 其实你可以看看这些人道主义走廊是怎么回事 而哈马斯给当地的民众灌输的又是什么 整个的人道主义物资有多少是被哈马斯给拿去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的总理内坦尼亚胡就说 我们拒绝去跟哈马斯去进行这样的谈判 那么其实就是要让哈马斯去无条件的投降 有人总会说这个无条件的投降 是不是只有二战那个时候 有现在以色列被激怒成这个样子 那么哈马斯在以色列看来除了这个无条件的投降 其实没有别的出路 那么其他的一些不明真相的要么坏 要么蠢 要么揣着明白装弧度的人 总是觉得哈马斯和以色列应该能有这种和谈的空间 那么其实在正常跟邪恶之间选择中立 那其实就是对于这个邪恶的纵容 当时1990年代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种和平路线图 后来土地况和平搞了那么那么多次 哈马斯你看他是越来越壮大 越来越壮大 那么当然不管是这个美国校园里面的抗议学生 还是很多这种金巴 金哈 这个看到的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飞机导弹去炸掉了这个加沙的楼 然后死了多少平民百姓 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哈马斯在不断不断的用来洋造的钢管造火箭筒去挑衅 他们没有看到的是这些所谓的平民百姓有多少 转头来就是哈马斯这样的死士 所以说这个事情至少从局部来说 以色列可以说跟哈马斯已经到了有我没你 有你没我这样的程度 那么很多在外部啊 可能对于这个事情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 并不是亲身去感受啊 这个以色列他们的这种苦楚这样的人 所以有句话啊 嗜取中国的老话是老话吗 反正这句话经常被人说 我觉得还是用在这里挺合适的 叫什么呢 未经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那么行 今儿这个话题啊 我觉得已经聊的够清楚了 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